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拿到一个充电器 是很多粉丝想看的大功率的PD充电器 140瓦 目前充电器内部里面最高的充电规格 喜欢我视频的老铁门一键三连走起 我的视频风格大家都知道 评测和拆解咱们都是分开做的 评测部分就是一个产品实际测试出来的各种数据 拆解部分的话就是一个产品内部的真实用料展现 咱们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 为的就是让大家可以买到一个合适自己的产品 咱们话不多说开箱 咱们手上这一个是联想公司出品的一款 140瓦PD3.1的氮化加充电器 整个盒子就是一个黑色的配色 这里就是充电头的实际图片 背面的话这里有联想的标志商品的几个特点 这是它的规格信息 这下面是制造商信息 认证信息 我们把充电头拿出来看一下 打开充电头的包装盒 这是一张保修证书 有害读物的清单 然后也是这个产品的说明书 充电器本体 然后这里有一根C2C的数据线 这一根C2C的数据线 用一个魔术扎带把它捆着的 这个是固定数据线的一个卡子 数据线上面有140瓦的标识 数据线的直径4.87毫米 户套长度39毫米 长度是1米5多一点点 我们撕掉这个塑料膜 充电头上半部分为磨砂质感 下半部分光面的 并且印有英文标识 这里有一个140瓦的标识 Type-C口 上面有一个140瓦的标识 下面有一个闪电标识 内部的舌片为黑色 这是充电器的字面部分 3C认证的标识 3C认证信息我们查出来 贴在屏幕上面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循环10年 6类电子产品的标识 然后这里有个二维码标识 联想的标识 淡化加4倍器 这是型号 然后输入电压有100-130V 200-240V 在100V左右的时候 最高功率100W 220V的电压的时候 最高功率140W 制造商信息 中国制造 室内使用双路绝缘 不要扔向垃圾桶 充电器的主体高度65毫米 连插头的高度81毫米 宽度是66毫米 厚度30毫米 充电器连包装盒一起的重量是465克 连数据线一起319克 单数据线72克 单充电头246.5克 也就是半斤重 这个充电头分量很重的 外观部分看完了 我们就进入实际充电测试环节 实际充电测试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充电协议 用这个表直接插在充电器上面的话 读取出来只有100W 我们用数据线这样连接起来读取 它的充电协议就到了140W 它支持QC3.0的5V 9V 12V 3.6-12V PT3.1 140W PPS的5V-21V的5A档位 然后就是EPR28V5A 15-28V140W 它140W的充电器 它这个是针对的PD的公版协议 因为充这些手机的话 我估计功率不是很高 我们来看一下功率支持的情况 首先就是OPPO手机 OPPO手机的话大概就是走的9V的档位 实际功率也就是13W左右 然后这个是小米手机显示的快速充电 这个功率的话它显示的是27W 但是实际功率的话比刚才那个OPPO稍微高一点 然后这个是华为手机 可以启动快充标识 跟前面两个手机的功率都差不多的 这个是微博手机 显示的正在充电 实际的充电功率的话比刚才功率更要低一点点 也许有朋友要问你怎么不把苹果手机拿出来测试 这一个PD140W的充电器 充苹果手机那就是小菜一碟 苹果45Pro Max的话 它最高也就是走的正式功率22W 9V3A的档位 所以说苹果手机我们也不用测试 这个是100W的 我们采集它100W的数据 这个是140W的 我们采集它140W的数据 首先我们启动它的PD3.0的100W的功率 进行数据采集 今天的室内温度的话就是11度左右 咱们这个充电站已经充到98%的电了 现在功率已经降到6点几瓦了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前面100W的功率 一共持续了1小时26分钟 充到80% 它就开始慢慢的降功率 最高温度46度左右 温度控制的非常好 这是这一个100W的功率的充电站 2850毫安的18650的电芯 一共16颗 45600的真实容量 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充个80%的电 我们现在就是采集140W功率的它的充电数据 真实功率的话是128W 咱们这一个是21700的一个充电站 一共有12颗电芯 每颗电芯5000毫安 也就是6万毫安的一个充电站 我们看把它充满要多长时间 咱们这个140W的功率已经充了两个小时左右了 大家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从没有电充到80%的电 总共耗时1小时13分钟 非常快 140W的足功率 现在的电的话基本上也要充满了 功率的话已经降到35W 1小时13分钟 就可以给我这一个6万毫安的充电站 灌进去80%的电量 速度是非常快的 我们看一下温度图 140W的功率 最高温度只有50.6度 大家也看到我们这个室内的温度 现在涨了一点点 12.8摄氏度 充电器的测试部分 我们已经测完了 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一根 1米5长度的一根C2C的eMarker线了 我们用仪器读出 这个eMarker芯片的信息 被动型数据线 方案是采用的联想的方案 供电能力50V5安 240W EPR 速率规格的话 USB2.0 这下面是版本信息 有需要的可以截读 它的线组只有75毫欧左右 大家要知道 这是1米5长度的 它的压降值肯定也是很低的 我们来测试一下 5伏1安的压降值 0.08 5伏3安的压降值 0.23 9伏1安的压降值 也是0.08伏 9伏3安的压降值 一样的 0.23 15伏1安的压降值 也是0.08伏 15伏3安的压降值 0.23 20伏1安的压降值 也是0.08 20伏3安的压降值 一样的 0.23 28伏1安的压降值 因为这是240瓦的数据线 我们要测28伏的 它的压降值是0.07 28伏3安 一样的 也是0.23左右 这个数据线的质量是非常好的 它的压降值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器的最关键的数据 就是它的交流纹波输出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来看到这个纹波的情况 我们先测空载 然后再测负载的纹波 这样的话大家看的比较直观一点 这是它5伏的空载纹波 最高50毫伏 9伏的空载纹波 最高30毫伏 12伏的空载纹波 也是30毫伏 15伏的空载纹波 一样的没变 这是它20伏的空载纹波 最高30毫伏 这是28伏的空载纹波 也只有30毫伏 这是这个充电器的5伏15瓦的 纹波情况 最高100毫伏 这是这个充电器的27瓦的纹波 最高90毫伏 36瓦的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 最高70毫伏 功率越大 它的纹波就越低了 45瓦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 最高60毫伏 60瓦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情况 最高也是60毫伏 这是它100瓦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 最高50毫伏 最高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的情况 最高60毫伏 纹波控制的非常稳定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纹波的情况 这一套联想的 140瓦的PD充电器 测试部分的视频 咱们就全部都做完了 大家也看到了 不管是数据线 还是这个充电头 它的各项数据 都是非常优秀的啊 数据线的压降值很低 线组很低 这一个充电头 功率足 温度的话 控制的很优秀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 投币走起 咱们下一期视频 就是最关键的 全部把它拆开 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联想的充电器 内部的做工和用料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更新视频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